倫宇是孔子跟他的弟子之間對打的一個話題 歐寒心不管是長歐寒 中歐寒 中醫 真醫歐寒 長歐寒 其實都是聖家王寧卓跟當時聖賢弟子的一個彼此之間的對話 所以都會是怎麼去問他為什麼有這個所謂的長歐寒 中歐寒 長歐寒 真醫歐寒 是因為他根據這個彼此之間的這個對話的長途而作為一個曲折的 所以事實上各位如果你的專業區接觸的時候我們會發現歐寒心其實是非常有趣的 因為為什麼講他非常有趣呢 第一個 我們在講說現在大家有一般就是一般的知識分子 都會講宗教 都會有一種很不屑的表情 尤其是講到佛教 覺得佛教是信仰 或者是最常看到的一個問題就是 你們如何地來印證輪迴 你們如何地來印證英國 都會用這樣子的提問來問我們這些佛教的教育呢 各位 當你這樣問到的時候 請問你們怎麼回答 無言亦對 是啊 是啊 我們沒有辦法去解決 其實各位 你們不要這麼沒有信心吧 你們要知道 我今天聽到你們有一個幫助 先問他們什麼 就是科學 科學 科學是我們人去研究以後做很多的實驗東西 或做證明出來的東西 那麼 我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我們說 一杯水裡面有八萬四千重 那是當時釋迦王國證明之後跟大家講的 什麼叫做一杯水裡面有八萬四千重 就表示這一杯水裡面有非常多的微生物 那如何地證明這一杯水裡面有很多的微生物 顯明是三百多年前才發明的 那麼發明了顯明之後才能夠證明說 當時釋迦王國說的沒有錯 所以我在這邊告訴各位 科學講的是什麼 是辯證的 那麼我們今天佛教的修行 講的是什麼方法 體證的 這樣子各位有大家問嗎 所以 我們今天講說 我們今天在修學佛法上 如果我們不管今天是作為 是一個研究天使來去研讀法經 各位 我們是一個學佛的人 我在這邊要跟各位提醒 今天我們在這個地方是一個學佛的人 但是我們能夠成為國中的學者 那麼既然我們今天在這個地方是一個學佛的人 所以縱深的是什麼 所以我們重視的是Practice Practice的中文叫做什麼 所以佛法是體證法 那麼你說像我們在讀《類明經》的時候 講到說從初才 二才 三才 到四才 你如果沒有體證 你如何去體證說《類明經》裡面講的四才 你是什麼樣的情形 所以當各位你們要去研究《類明》的時候 那不是光是研究 那是研究部出來的 你是要自己去打坐 是打坐出來的 所以各位卡白角 我非常地羨慕你們 我覺得我們Orendum 真的是一個非常有善跟福的音樂 你們看 我們學佛法師 他是一個開闊的胸襟的法師 然後呢 我們有絕言法師之前呢 就是教你們的這個禪修禪坐 那現在呢 又派了一位這個絕道法師 來教你們的一位禪修禪坐 所以各位 從這個裡面就可以證明到一件事情是什麼 座人今天是人間佛教 他還是非常重視什麼 Meditation 他還是非常地重視這個禪修的 所以各位你們不要覺得說 人間佛教沒有在沒有在做這些事情 是我們自己沒有去做 而不是他沒有 而是我們自己在自己去想 那麼我們在講到說 《歐寒經》裡面的 他其實幫過了什麼 我剛才講說 為什麼會提到科學 其實《歐寒經》裡面講到的是什麼 世界觀 那個 我現在不太記得了 因為大概有點冷氣了 這個 在一月份的時候 我們科學家曾經做 曾經證實一件事情是什麼 我們在人的時間是不是可以改變的 我們宇宙的時間是不是可以改變的 是可以改變的 所以更證明了就是說 我們佛教為什麼在佛經裡面說 一時佛在哪裡哪裡 他為什麼講一時 那麼在以前的時候我們都說 因為我們所記載的時間不同 我們用的地球的時間 像包括就速然是地球 我們現在 Oriendo現在的時間是八點 但是在加州是幾點 五點 五點 是不是 那麼你說在亞洲是幾點 他現在是早上 所以你說到底是什麼時間 那然後我們今天再講 整個宇宙的時空上面來講 我就說一月份的時候 科學家證實了 就是說可以這麼講 我們常常講說 這個天上的一天是人間的三百年 那在一月份的時候 科學家也做了一個 也證實證明了那個教學的實力 我現在不太記得 它就是 它是經過聲波之後 做了一個 一個扭轉之後 可以改變時空的 所以你說 我們可以證明 其實佛教講的是什麼 講的是四度 四度空間 那麼四度空間的東西 我們怎麼樣的去理解 如果我們凡夫眾生的智慧 是沒有辦法理解的 所以我們今天只能夠講說 很多的東西 我們又只能夠什麼 依教奉行 那麼你依教奉行之後 你去體證了之後 你猜猜說 原來我們說 佛陀是實於者 不忘實者 那麼我們說 歐漢經一邊 它有講到世界觀 然後呢 它還有講到說 人生觀 以及呢 怎麼樣的去實踐等等 這些的方法 所以呢 我們在這個佛教的經濟 而且呢 不管你將來 我就說各位 如果你們對整個的教學 有研究的話呢 我們從原始佛教到 故派佛教 然後到後來 所謂的終關思想的一個演變 乃至於到後來 所謂的大勝佛教 其實都離不開歐漢 另外為什麼 歐漢裡面 我們講的所謂的四聖體 緣起信空法 這個所謂的輪迴法 這些的基本的概念 都源自於歐漢 所以各位你們真的 一定要去讀這個歐漢經嗎 而且呢 這個歐漢經裡面呢 其實非常地生活的是什麼 剛才提到的 是佛陀的 跟他的這些聖賢弟子 像比方說那些十大弟子 還有呢 有些我們不太熟悉的 這些弟子之間的一個 連行的一個實錄 他解答的是什麼呢 教內、教外 包括我們自己佛教裡面的 還有呢 就是我們知道印度的是一個 非常有宗教插操的一個民族 那麼他除了當時有佛教之外 我們還有所謂的六師外道 那麼他跟這些六師外道的這種來往 怎樣的去折服這些六師外道 以及我們在日常生活裡面等等這些的問題 所以講到這裡 各位 如果你們常常在讀大師的東西的時候 你們會不會發現 講到這裡 你們會不會覺得 我們今天親近君女大師 我們今天親近佛光山的這樣子一個道場 你會不會覺得有點像是一個佛陀的時代 其實很像 你們如果 這個 我發現這個絕對老師非常熱心 我今天稍微的看一下你們的圖書館 看人們不難發現你們有心靈日記 各位你們若愉快的時候 來這邊標準的做運功 你們有這麼好的醫學法 你在那裡歐的一杯茶 靜靜的坐下來 然後把圖書館說拿來去 去看一看 師父那個時候的心靈日記裡面 他怎麼樣的在環球 在這個環友世界在紅馬的時候 他跟這些信徒之間的對話 跟圖書之間的對話 跟圖書之間的對話 其實那個就是如現代 非常的像 然後呢還有 像現在又有我們每次都有手機 我不曉得你們每天在滑手機滑或是什麼 我建議各位 你們不妨這個去到APP裡面去下載 有很多的東西可以看 下載什麼 心靈馬語 還有現在有所謂的心靈大師的文集 還有包括我們的人間福報 人生普世等等 太多太多的東西 你們真的傳走到哪裡 我們的佛法就登到哪裡 我們說《花益佛經》裡面講的 二六十宗法 就是這些語言 這個念佛 念法 念身 念戒 念念慧 念慧 那今天如果 你能夠把這個APP下載 無時無刻 如果今天碰到塞車了 你也會心談談 為什麼 你把這些東西拿來談 你一點都不會覺得你的時間浪費了 這不就是和郭大師講的嗎 我們每次生三百歲 所以它是時間我們怎麼樣的一個問題 而且呢還有一個 如果各位有遇徒而歐寒之後 你們會非常清楚 這個釋迦文有個他整個一個教團裡面 會如何的告訴我們在家人的修行的方法 出家人的修行的方法 那麼講到這裡 我們都要再一次的印證 我們師父他今天對於這個整個的教團 我們都知道 我們今天佛光山的整個這個教團 分為兩大部分 是不是 是 哪兩大部分 一個是出家人的一個教團 還有一個是什麼 就是我們佛光會 我們在家人的一個社會 那麼在我們講和聽起來以後 就是什麼 就是整個的一個佛的 我們是一個教團 那麼這裡面就讓你看 大師各位 我相信 我們今天穿的這個佛光會貴府的人 應該都有這一套書 叫做什麼 這個 佛光教課書 那麼佛光教課書的第十一冊裡面是什麼 第十一冊講的是什麼 佛光學 那麼佛光學裡面大師就告訴我們 我們作為一個在家弟子 我們要如何的修行 那麼你們每次在開會的時候 念了佛光會貴府的信仰 這個就是告訴我們什麼 我們只能作為一個在家弟子 同樣的姑娘今天 那時候佛陀 我們現在就回到兩千五百年前 佛陀告訴在家弟子要怎樣的修 當佛陀告訴在家弟子 而且說你要怎樣的用一個正當的理財的方法 佛陀教大家怎麼樣的理財 以及呢 你要怎麼樣你在你的生活裡面 要奉行五戒奉行十善 要家庭和睦 要結交善友 然後呢 要過好人間的生活 這不就是我們講的 什麼是人間佛教 就是佛說人要的 善意的 那麼歐凡經裡面 對於出家弟子 他告訴出家弟子 你們要修結什麼 那當然在層次上就有所不同 他就要強調的是什麼 你們要勤奉行 然後在思想觀念裡面 要怎麼 要進入這個 幫助菩提法的解脫苦樂 要更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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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多的在家的弟子在那边研究论里面 然后呢每天的在那边就是说 做这种所谓的更深层的这种的 然后都忽略掉了我应该要去做一个护法 都忽略掉了说每个人都说 哎呀这个我不要去参加社团 我不要去到场太多的人这个杂音了 如果想说的话的话呢 那就是真的不懂得如何的做好一个在家的弟子 因为为什么 你做了一个在家的弟子 我的责任就是我要护持佛法的衡量 我的主要的任务就是什么 因为我是一个在家的人 我有家庭 所以我要奉行五戒 最基本的佛教的戒律 五戒是什么 不杀 不扣到 不斜 不忘了 然后呢 续剪 这是我们做的一些在家弟子 应该要有的 那么如果说你今天 你家庭的事情都不管了 你说哎呀我今天我可以一天打坐十个小时 那么 家谁去管 你的工作谁去管 那么今天谁应该去帮你赚钱 让你去维系这个家 所以各位 我们真的在身体上 首要一件事情 要先认清楚 我们自己的身份 我今天是一个出家人 我就做好我出家人的身份 我是一个在家人 我就做好我一个在家人的身份 不要本末导致 错乱了我们这个角色 我们要怎样的医疗保健 我们要怎样的去对治我们的烦恼 刚才还讲的就是说 怎样的获得一个正当财富的方法 这个呢 都是欧阳间给我们的一些词事 那么今天呢 我将这个说白经的理念 提到的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修行这个人间合照呢 做了一个归纳 做了一个归纳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其实今天的办法全部都在讲完 我可以讲一些简单的 像比方说 他已经提到的 我们人生的信仰 我们要怎样的一个信仰 还有欧阳间也提到的 一个伦理道德 包括社会群我 因缘稳报 正恩的生息 故事与财生活保健 我做了这些分类 那今天呢 我就先从这个 我们人生的信仰 开始来说起 因为大家都是一个 有信仰的人 那我们今天怎么样 来做一个正确的信仰 在这个《欧阳游行经》里面呢 就讲到了 佛陀有一天呢 他到了这个居士大罗城的时候呢 他就吩咐欧阳 他到了这个地方之后 他要休息啊 那么他就吩咐欧阳 他就说呢 欧阳 请你帮我在这个双楼双宿间 膚色一个床做 就是呢 你帮我铺一个 因为你知道这个 佛陀呢 他就这样到处同化 然后他不想说 嘿我们现在把这个 这么幸运 然后走到哪里 有房间 可以有很好的这个床 让我们睡 那么这个 然后西江玛尼佛呢 就吩咐欧阳说 你请你帮我喝这个床 床座 然后他们呼唤了之后呢 西江玛尼佛呢 他就床下来 他是怎么样的床 他就吉祥若 吉祥若呢 他就是头朝北 各位 所以我们在宣秀 睡觉的时候 我们要这样睡吧 那么西江玛尼佛呢 他是头朝北 然后呢 面向西 所以我们说 我要往生西方 其中的世界 有没有什么 所以就是 让他面向西方 你看 西江玛尼佛 他也是面向西方 然后呢 他就讲说 我的教法 可以向北方重传 异度的北方是哪里 不就是西藏 然后到了中国 有没有 你看 但是佛陀就讲了 他说 我的法呢 可以往北方传 未来也会 盛行在西方 比如说 佛陀是在他的遇见的 你看他就说 他说 我的法将来也必然 会盛行在西方 然后呢 那就在这个时候呢 就有这个信仰很虔诚的 这个 我们就说 佛陀走到哪里呢 都是什么 天龙巴布来布尺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佛陀躺下来 我以后呢 就有一个信仰很虔诚的 一个鬼神 不是我一般人 这个鬼神呢 就拿了 不是当地 那个开花的季节的花 拿来供佛 因为这个时候呢 佛陀佛就跟他旁边的这个 侍者呢 欧南就讲了 他说 他说这个 树神啊 这个鬼神呢 那 帕拿来 就这个 不是实际 不是当 记得这个花 还供养 这不是真正的供养佛陀 那么 欧南就不理解了 欧南就问说 那要怎么样才是真正的供养佛陀呢 佛陀就说了 他说 一个人 能够接受佛法 能够行持佛法 第一个 你接受了佛法之后 你还要去行佛法 光是行还不够哦 你还要能够觉悟佛法 能够真正的了解到什么呢 真正的了解到 我们的色寿想行事 你们呢 会长可以帮我写一张版说 那你们谁来帮忙写一下 就是 要你们不了解到 色寿想行事等等 这些的教理呢 以及 如果 这个分本的教 才是第一供养佛陀 所以我们说 诸供养中 什么 供养第一 法 供养第一 所以我今天 我看到各位 你们在大手版 网店呢 排了这个 你们这个礼拜天 要拜大悲禅 各位 我们今天在拜大悲禅 是在我们的这个 释迦如来的这个佛前 在拜大悲禅 除了我们自己要猜忍之外呢 你如果能够窒息一处 提起正位的礼拜 来礼拜大悲禅 其实呢 这个就是对 对释迦如佛的最好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供养 那 在华语中间有一点讲的 他说 诸供养中法 供养的最损 说如说修行供养 那么第一个就是所谓 刚才讲的 你要能够 如法的修行供养 还有呢 你要能够 利益一切的众生 所以不会 我今天看到 今天有这么多的人 来做运功 你们在做运功的一个当下 不就是说放弃众生吗 然后呢 还有 你那时候射受众生 所以 会讲 这就是为什么 我跟着你们 去这个大陆参访的时候 我对你们要有所要求 他们就在这里 你要射受众生 今天晚上在对话众生 不是一定要靠讲经说法 你们知道吗 因为你们那时候的 能够懂得排班 因为你们懂得守规矩 我告诉各位 我们这次去有几位的地陪 三位还是四位 对不对 他们到现在还在跟我联络 为什么 他们说 法师 你们这一团是我所带过的团 非常不一样的团 你们非常的守规矩 还有 为什么要排班 我记得我曾经曾经在这边 讲经说法 我应该有提过 金刚经里面 你说 如果是什么 刺利启食 这就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不管用这个食物 我们都要排班 不是只有说我进大地要排班 我到灾堂吃饭要排班 各位 我们今天到机场 要排班 要排班 去进房 要排班 要排班 那为什么你出去旅游就不用排班了 你这不就是放逸吗 我们说休息是什么 你无论无时无刻 都是什么 在休息 不因为我今天去参议 我就放逸了我的身心 我们说提起正念 我们在残堂里面 老师会说 提起正念 一个箱卡拍下去了 你们那时候会提起正念 虽然我就常常讲 我们都是这么大的人了 我们不是三岁小孩 我看各个小说 都四五十岁都有 那你今天还要人家 拿一个箱卡在旁边呢 得 提起正念 我们要懂得自我要求啊 所以你说要不要排班 当然要排班 所以你会要不要法师提醒 有人要 叫我们自己要懂的什么 要排班 是不是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法研经理里面讲的 法共产生 法共产生包括了什么 射受众生的一个共产 还有 我们要带众生的一个 所以你看 西云大师说 他现在他发的愿是什么 是希望世界和平 各位能够世界和平 就是什么 我们要做众生的老公有啊 我们大家都知道 西云大师现在的身体 如果以一般社会员来讲 他现在已经可以怎么样 不用这么的劳碌奔多了 可是他到三月 他在三月初的时候 这些逝者呢是很担心很紧张的 陪着我的师父到中国大陆去 为的是什么 今生何必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和谐 促进世界和平 两岸和谐的交流 就在世界和平 让两岸众生免于战争之内 然后接下来讲完了之后 他没有休息耶 他去哪里 他到大爵寺去 到大爵寺干什么 去跟那些的义工员工去做开示 去慰绕他们的心 这不就是在做众生的老公有 在带众生苦吗 所以各位 你们在这边做义工苦一苦 跟大师平常在哪叫苦 其实各位可以有点的时间出来啊 是不是 好 然后呢 他有什么要情修善根啊 所以 你能够说 哎呀今天我家里很忙 我的私很忙 我很多的事情很忙 但是你能够拖出这么一点点的时间来 来做利 来做这个义工 在利益众生 自己也在情修善根 这不就是最好的理由 还有呢 说不舍弃菩萨 也就是什么 我们对所有一切的众生 我们都不舍弃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巴西 一般人到看到说 哎呀这个 到便利窟 或者是到这个 我们到我们巴西的如来之子 很多的孩子都是从涮毒的毒窟里面 带出来的 那些地方多少都不敢去 很多人在做慈善事业的时候 就是什么 一个月去一次 我给你一点东西 然后造金枪走 觉得我会做慈善事业 可是我们今天的巴西流来之子 是什么 我们是真的把这些孩子 我们的法师很辛苦的 人员说爱吃人家的孩子 因为反正他全部在道场有吃有做 所以他愿意去错了 你要他今天到这个地方去 他还不一定去 为什么他的习性 他过贯了他的那种的生活 所以我们要想 要好说歹说 用心各种方法 他带到一个方式 给他一个好的一个教育 这就是什么 我们不舍弃天上 所以我们通常在圆圈的这个信念里面 你今天要领导的去供养如来 不是我今天拿西瓜素果来拜一拜 这就是供养如来的 我刚才讲的 我们要能够什么 要能够真正的不屑 我们未来不放一个经济的修行 我们要能够立体转身 要能够设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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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 我们自己本身要请修善法 这才是对如来最好的供养 我常常讲 我们每次的这个都在念 上报四重恩 报佛恩 如果我们自己不经济 有没有的报佛恩 我们自己不经济 没有办法让我们在欧元朵的经法 我们继续的转下去 让佛法在这个地方 没有 我们就是报佛恩 不是 所以我们大家要更积极 因为我们在这个信仰上面 我们要安住在哪里 我们很多的人 不要说身不安住 我们的心不安住 所以呢 我们到场的信仰是像潮水一样 潮来潮去 潮来潮去 人来人往 但是我们在修行的路上 我们要有一个人安住 在这一个欧环境里面 那么当时呢 佛佛跟弟子们呢 就居住在哪里 到了社会国齐术井 就居住那里面 那么小话这个地方 大家要感觉一下 就是什么 我们欧环境里面都会提到的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 释迦黄念佛呢 它宏化和异度 它最常去的地方是哪里呢 一个是齐树井 还有一个是竹林精神 这两个地方是佛陀常常去的 那么佛陀到了在这个齐树井 古鲁园的时候 它不是只有说欧彌陀经 它在这个非常受传的里面 它就跟这些比丘那里讲 它说呢 我们呢 在这个 在如果对战上 我们要将我们的心 安抚在三个地方 那三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要能够发起一个欢喜心 还有一个静性的心 亲自的静 静性的心 亲自的静 信仰的心 所以你看 各位 我们来到无人的佛工圈 你们有关系啊 有没有 有没有 你们是旁边做笔记 有没有关系啊 有没有关系啊 有 有关系 我们每个都是灰带笑容 这真的是表现了 你们有关系 还有呢 我们在信仰上面 是一个亲近的信仰 我们的这个信仰 是不是我们的意思是一个 比方说 我今天 我到寺庙里面来 我拿了一个鲜花树叶 我来拜佛的时候 我就是愿意清诚共同心 我无所求的来共同佛 这是一个庆祝 这是一个庆祝的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我拿了一个鲜花树 我来共同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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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世 然后呢 求菩萨 你保佑我平安 这是一个庆祝性的 这是一个庆祝性的 这是好像有些人的 Traying Traying 然后呢,我拿着鲜花束果来,我拜了拜你,你叫我平安啊 那这样呢,就是给我们的信 那你当时说,那这样的话,你说我来供福的你说我是供福 那以后我通通都不要拿来供福 也不是 而是说什么呢,我们今天来供自己来拿鲜花束果来供福 是什么?是要增长我们自己的道士 是吗?然后呢,增长我们自己的谦卑心 增长我们自己的虚怀和乐视的一个心 还有呢,培养我们自己的不实心 如果说你今天会服好,你都舍不得用好的水果 来做良好的果 那么自尊无上的果,我们都舍不得的话 那你会对其穿的调度众生,不小心会有什么 所以呢,你自己的这些人来培养我们的一个不实心 所以佛佛讲呢,我们要安住在三个地方 第一个呢,就是关系心,进行心 第二个呢,叫正心诚意 要正心诚意 佛佛说呢,就一定有智慧的人 应该要去读正心诚意在真理上面 各位,我们有没有正心诚意在真理上面呢?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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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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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呢? 有没想法 有没有?